大家好 我是浩慈 那我今天的提案叫做 全美福傳快樂農場建設 先讓我拜個關以後 等一下這個新華名聲怎麼來的 再會再跟大家解釋 那首先 我們說到福傳 想到的挑戰一定就是主耶穌 我們來看一下主耶穌 對全美福傳他怎麼說 耶穌說 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一分 你們找必要找 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身邊有很多人 他已經站在這個門外 只是他不知道哪裡要為他開門 而這在福傳的門 其實就是我們教會的責任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以前如果在沒有網路的時代 要去獲得一個資訊 當然是要挨搭挨戶的窗門 去口耳上傳說 誒 這一發什麼 我這邊一直都會發什麼 但是現在有網路的時代不一樣 現在大概也會有一個敲的動作 去尋求一個儲訊 但是這個敲不再是敲門 而是敲什麼 大家每次都會說 敲電台 敲手機螢幕 那其實回到我的一個故事 為什麼會發想這個奇跡化 就是因為有一次聖州的時間 我下班了 想說要去聖州泥沙 發現附近教堂的泥沙時間 很有運動 但是我不確定 於是我就上台北廣教區的官網 去搜尋一下裡面的資訊 發現說除了一些常規的泥沙時間之外 這麼重大聖州泥沙 或者是江陵奇 或是子彥泥沙的時間 都沒有在官網上面去更新 這個時候我就想知道 我從下班已經這麼疲憊了 然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在開始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您是當時的這個情況的話 你還會覺得想要去聖州泥沙嗎 還是這個念頭會不會被動搖 或怎麼想不到 那這個時候我就看著這個官網 我就心裡有個想法萌芽出來 我就覺得說官網其實它可以做 非常多的事情 那很多人其實已經在超鍵盤 想要尋求一些天主教的資訊的時候 卻找不到 那提到浮傳的話 我們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要傳給什麼樣的人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官網對於三類的受眾 它是會有一個具體的幫助 第一個部分就是15歲到45歲的 新年會出到的一個照友人 其實大家也都有感覺到說 照片內的年輕人流失很嚴重 但是天天這個讀取 它對於網路的依賴是最強的 什麼事情做什麼事情之前 都要先問過誰 都要先問過富國大神 對不對 如果富國上面沒有辦法去解決 我現在還需要的資訊或難題的話 它搞不好就不會再做進一步的行動 那第二個種人 他也是很需要官網的資訊幫助 就是外界人士 假設他是移工 他本身有信仰 他來到台灣人生力不熟 他需要加速的進入台灣教會的生活 這個時候 什麼樣的方式可以對外界幫助 英文版的官網 或者是他們別的披薩時間 可以列出來 這位是最天主教感興趣的非教文 其實我們知道說 天主教的資訊在網路上面的量 算是蠻少 而且都偏舊 這個部分沒有一個內容不斷的剪輸 或者是分心 放到一個好的平台上面的話 那這些人他可能本來只是想說 欸這個信仰也要好奇 來看看路 開看一次的信仰會 可能他也會因為找不到 相當的資源 來打上這個面子 所以其實我們要轉動路船的齒輪 我們就是要去 因為這些已經在門外 等著我們幫助的對象 好 那為什麼是官網呢 為什麼不是一些臉書的社團 或是YID之類的 我們可以看到官網 他會有具備一些特性 就是定義 他的資訊 絕對的正確 讓他的東西都開業 只要給我小子 動一動 可以找到地址燈 找到他想要的資訊 我們像是 可能有些賣的群組 原本有些假消息 來源不明消息 之類的 這個部分 官網絕對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也有 在這裡 好學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 好 那對於 變成 這個 可以 然後 可以 走 呢 可以 我 去 去 那 我 去 我 不要 去 去 谢谢大家